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潮德老师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课程 是热门产品分析这套系列课程 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题 是外卖产品热门APP产品分析 那么相信是互联网的从业人员 对于这种外卖产品是再熟悉不过了 外卖产品是一款非常接地气的一款产品 都说互联网里面屌丝多 那么屌丝怎么能不用外卖呢 所以今天咱们热门产品就来分析分析 我们平时经常接触的这一类产品 外卖产品 那么一开始还是先做一下 这个课程目标的介绍 第一个是希望大家可以认识 外卖行业整体的发展现状 第二个是希望大家可以学会 外卖行业的巨头 一个是饿了吗 还有一个是美团外卖 这两款热门APP的产品分析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本次课的前部分 我们说最近这一年内 整个互联网行业什么最火 O2O最火 那么O2O火热当中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呢 就是李克强总理 在这个政府工作报告里面 出现了一个互联网加 那么互联网加呢 其实是给O2O整个的这个领域 火上交了油 那么O2O在整个这一年多的时间 都是互联网产业链里面最火热的一块领域 那么互联网很多的创业型的公司 都以O2O领域作为一个创业的点 那么互联网的各个巨头呢 也不会把这块肥肉 把这块蛋糕烙下 那么都会在O2O这领域里面去布局 当然 那么最近这几个月 这两三个月 那么整个资本市场 步入了寒冬 整个互联网行业 包括整个实体行业 都处在这种资本寒冬的条件下 那么O2O的领域呢 也稍微的降了一下温 但即使这样 整个O2O领域 仍然是整个互联网领域里面 最火热的一个分类 那么为什么O2O会火呢 就是因为互联网线上的产业 发展的已经比较充分了 那么线上的一些改造 也基本完成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竞争开始由线上转移到了线下 那么为什么线下有了机会呢 就是因为线下的很多产业 它的信息化程度比较低 那么这种信息化程度比较低呢 就给了互联网发展的空间 那么O2O领域 也是响应我们互联网家的这个大旗 通过互联网的方式 去改造线下的各行各业 那么各行各业呢 也因为有了互联网 充满了无数的商机 那么这些里面呢 最火热的一个领域 就叫做外卖 那么外卖的O2O 为什么它比较火爆呢 是因为在整个O2O领域 都处于探索的这种阶段的背景下 外卖的O2O领域 是目前来看 最为成熟的一块领域 那么大家都在这块成熟领域里面 去不停的去竞争 包括这种打补贴 都会在这个外卖领域里面去打 那么这种打补贴的过程当中呢 有两家打得最火爆 一个是饿了嘛 一个是伪团外卖 那么这两家呢 在上演着补贴大战 这个补贴大战呢 也持续了一年的时间 那么甚至比当年滴滴和快递 打得还有火爆 当然人家不但打补贴还打架 对吧 在这种线下的递推过程当中 经常会看到饿了嘛跟美团 在争夺线下这种资源的时候 互相打架 当然了 无论是打架 还是打补贴 我们用户来说 都是坐享其成的 都是希望他们补贴打得越厉害 那么对于我们用户来说呢 可能就是越好的 那么我们说目前整个外卖领域 其实不仅仅有美团跟饿了嘛两家 那么美团跟饿了嘛呢 他们是用的比较轻的这种模式 什么叫做轻模式呢 就是主要是由商家进行送餐 他主要面对的人群 也是我们中低端的这类消费人群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屌丝人群啊 那么当然不仅仅有这种轻模式 也有一些重模式 所谓的重模式 比如例如这种美食 这个美食道家会这种 对吧 他们会有自己的自建的配送团队 他们主要面对的是 中高端的这种消费人群 那么在这种重模式跟轻模式 互相的竞争当中 我们会发现 目前来看 轻模式的这种发展显然会更好 原因是因为这种轻模式啊 它的发展限制会比较好 可以快速的去复制 去拓展 也是目前大家接触比较多的主流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 饿了吗和美团外卖 以非常大的优势 领跑整个外卖的领域 那么他们作为第一梯队 后面的梯队呢 叫做百度外卖 还有桃点点 那么最近的消息是 百度外卖以后呢 会单独的从百度里面独立出去 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司 那么桃点点呢 当然是阿里集团的了 原来叫桃点点 那么最近呢 升级成了口碑外卖 升级成了口碑外卖 也是在奋力的追赶 那么我们这次课呢 还是以整个行业内的老大和老二 也就是饿了吗 跟美团外卖 作为例子 来分析一下 目前国内外 国内的这种外卖欧头市场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外卖行业的发展现状 首先我们看 为什么外卖领域是这么火呢 因为外卖领域 它针对的是我们日常 最常见的一件事叫做吃 谁都离不开吃 对吧 吃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第一等大事 正所谓民以食为天 那么餐饮领域 也是整个咱们国家产业链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产业链 那么国家统计局又表明 2014年 我国的餐饮市场总规模 达到了2.79万亿 市场体量是非常大的 那么在2.79万亿的市场里面 那么外卖市场占据了多少呢 14年整体突破了150亿 那么单从150亿的份额来看 其实是非常大的 但是如果你对比整个餐饮行业的 这种整体市场里 市场规模来看 其实是凤毛麟角 也就意味着虽然说外卖市场份额突飞猛进 但是呢 未来的潜力是非常大的 订单的规模也达到了3.7亿 更为值得可喜的一点是在于什么呢 这种外卖送餐的这种方式 已经被很多网民所认可了 那么有数据表明呢 有46.9%的网民 已经在2014年使用过外卖了 那么这个呢 我也是有深有体会的 其实我之前呢 应该算是第一批外卖的用户 在我刚使用外卖的时候 我周围的很多人啊 还不太使用外卖 尤其很多自认为比较有品质的人 他是不愿意订外卖的 觉得订外卖low 觉得呢 不值当的用这点小恩小惠 去让他们订外卖 但是随着这种时间的推移 那么有些不太注重这种优惠力度的网民 也会使用外卖 虽然说外卖可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 安全隐患 食品安全等问题 但是他们还会使外卖 为什么 因为方便 可能因为你时间忙 可能因为你懒得出去 可能因为天不好等等原因 那么那些 不被那些红包利益所诱惑的网民 也被这种外卖大军所洗脑 也开始用外卖 所以说46.9%的网民 都使用过外卖 这个数据 其实是非常可怕的 也就意味着 外卖彻底从为一个 大家觉得新鲜事物 已经到了这种普及的阶段 那么用户呢 叫外卖的这种习惯 也彻底的养肠了 那我们再从这个2014年到2015年 整体的这种订单规模的发展走势上 我们看一下 从2014年的Q1到2014年的Q4 我们看这个订单规模应该是成几何倍数的增长 尤其在2014年的Q4 由于这种活动力度补贴的增大 包括季节的季节的变化 那么使得外卖呢 在整体订单规模上有了环比140.90%的这种增长幅度 非常的高 那么从这种订单规模来看 那么2014年的Q1仅仅是40百万 那么到了这个2014年Q4仅仅达到109 它的应该说增长了四倍多 四倍多 接近五倍 所以这种增长速度呢 其实很可怕的 当然2015年有稍微一些回落 毕竟2015年的Q1呢 它里面包含了很多节日 是吧 有这个元旦 也有咱们的这个春节 那么春节期间的外卖市场必然会受到影响 好多人都回家过年了 也不会使用外卖 但是整体的份额依然非常的良好 我们从这个数据里面 这个数据是由一关智库提供的数据 我们从这个数据里面可以看到 那么2014年整体的外卖订单的规模 达到了3.7亿订单 那么中国的互联网外卖市场 呈现了这种爆发式的增长 可见呢 OTO的外卖领域市场潜力非常大 那么2015年的第一季度 之所以环比下降了7.5% 它是受到了春节和季节方面的影响 但是同比依然上涨了340.8% 所以说这种增长的这种势头 依然非常的强劲 那么2015年4月26号 一关智库发布的这个 餐饮外卖市场的这种整体的报告当中可以看到 目前的市场份额是什么样的呢 咱们国内饿了吗 占了30.58%的市场份额 那么美团外卖呢 占了27.6亿 淘点点占据了11.2% 当然外卖市场是一个波动性非常大的市场 用户选择哪一家 往往取决于哪家的优惠力度大 我们从这个饼图当中也能看出来 从整个 比较最新的数据 2015年的第一季度来看 饿了吗 这种优势份额继续的扩大 饿了吗 占据了30.07% 那么美团呢 占据了34.20% 百度呢 占据了8.64% 淘点点占了4.73% 道家美食会仅占0.88% 从这个数据来看 饿了吗 订单份额超过四成 达到了40% 那么美团外卖战绩也达到34% 形成了第一集团 持续领跑 那么百度外卖呢 应该属于夹缝当中生存 以这种后来者的身份 强势的加入了这种前三 其实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而且呢 百度外卖呢 其实它是专注于中高端的市场 推出有品质的这种外卖 所以达到这种市场份额呢 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么前三家 饿了吗 美团和百度 前三家累积起来的这种订单份额 已经超过了80% 所以说呢 这种优势 前三家的优势 其实是非常明显的 市场份额呢 也是逐步向领先者所聚集 像道家美食会的市场份额 在不停的缩减 当然这是2015年Q21的这个数据情况 那么随着阿里对于口碑外卖的这种大幅度的提高战略的位置 那么相信口碑外卖即将和百度外卖形成竞争 竞争第一集团 好 我们再来看 那么从这种融资发展的来看 那么在这种资本寒冬的前提下 能获得融资的公司其实已经非常少了 但是呢 唯独外卖市场依然获得了天使投资人的这种青睐 比如说饿了吗 饿了吗 就于近日获得了6.3亿美元的F轮系列融资 而且创造了一个记录 是全球外卖行里面获得最高融资额的一个一家公司 而且这已经是饿了吗 第六轮融资了 其融资的总金额已经达到了11亿美元 尤其是这次的6.3亿美元 超过了以前的所有 当然 那么此轮融资之后呢 传说当中饿了吗的估值已经超过了30亿美元 非常的恐怖 当然饿了吗有今天 也不得不感激他后面的那些背后的巨头 饿了吗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他背后有腾讯 有京东两大股东 才可以给他有这么大的市场的支撑 能让他保证能拿到一楼又一楼的融资 那么我们说美团外卖 最近有什么举动呢 说到美团外卖就不得不说美团 那么美团外卖目前还是还不是这种独立出来 他还属于美团的分子里面 美团最近大新闻呢 就是和大众点评 正式的合二为一了 传说当中他们的新名称呢 叫做新美大 那么这两家呢 也目前在寻求新一楼的融资 融资的规模达到了20到30亿美元 那么相信这20到30亿美元 如果拿下之后 会把大部分的这种钱呢 会投放在外卖市场里面 因为现在在整个美团这个发展里面 美团外卖占据了非常大的这种核心指标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